我跟你说我刚刚有坐进去 我刚刚超兴奋的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终于姐的哦 很像我躺在按摩浴缸里的姿势 像浴缸 所以我们知道终于姐家有按摩浴缸 你想说你躺进去的时候 其实你的脚是比较高的嘛 对 对吧 因为它基本上是有点半头 对 所以那个形容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那个姿势的感觉 对 但是当然你坐在这个车子里面 你会觉得好禁忌 啊我们今天要开一台很令人热血沸腾的车哦 这是台湾目前很稀少 只有个位数 甚至只有一台的BAC MONO 但是这个车有一个缺点是 你每次上车都要踩地的椅子 对 而且那个椅子是为你量身订贴的 所以那个椅子给我也没有用 今天这个你做的兴趣是你的车 哎不是不要乱加 哈哈哈 全世界只有 呃 全世界目前在台湾就只有这一台 所以台湾就这一台 就这一台 这一台是 R的版本 对 MONO 所以怎么分他们 MOTO跟MOTO 这 这个套法 加速公 不是啦 加速公 这是压缩空气的 压缩空气的经济系统 所以它这个气是从这边进去的 然后从这边进到这个 这个管子到引起的经济 啊我知道这个跟F3很像 对 目前这台车其实跟F3 嗯 第一个是引擎不一样 F3现在是3.4V6 3.4对 然后这个是2.5V4 不是 所以跟MOTO是一样 跟MOTO是一样 跟MOTO是一样 但它动力比较少 38 348 348 然后30多公斤 对 车重不到 555 600公斤 对555 所以 不会 差不多 不会啦 它后面唯一这么大是怎么飞啦 但它最大的下压力应该是来自这个吧 其实整个后面的结构非常裸露 有引擎变速箱 全部都是在这里 就是简单粗暴 然后这里有一个偷爱就是 顶到 千斤顶之上这边把它敲掉 如果要维修的话 也是用那个机械式的 把它敲掉 但它的竞技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个 热轮的 它是没有胎纹的光头胎 不是磨光的 这是真的是没有胎纹的 然后是被耐力披露的禁忌的热轮 然后变速箱 序列式 序列式 然后2.5的直式 对 然后它是气压式的换檔装置 气压 所以 你进挡之后就不用踩第二季了 四千转以后 四千转 四千转以后你可以直接用手换檔 所以我用手换檔 阿哥来介绍一下它的很多 你要做进去的时候这个要拿起来 放一只 对它是 应该是 金色那边 对 它是超小的 然后这个是放一只 其实蛮沉的 我去拿我的包包 对好 等一下 哈哈哈 它这个车上你可以看到 控制的单元全部都在这上面 额 头灯啊 远灯 也可以闪人家大灯 可以闪大灯 然后后霧灯 这个是霧灯吧 对 这是喇叭 然后喇叭 也有嗶嗶 也有方向灯 对 方向灯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台车在国外是可以上路 可以上路 因为你看它该有的灯包都可以 但是在台湾很可惜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车嘛 然后又是中部的驾驶座 所以在台湾的安龜里面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试的阿敏一样 领不了牌 看到里面 其实我觉得它还算豪华耶 对啊 它这个绒布啊 如果是方程式就没有这个啦 就更痛 这是直接硬的 方程式是只有很薄的泡棉 但一样有这个6.4的安全带 然后刚才中医姐 像浴缸 你可以看到它屁股是比较低的 然后脚要稍微往上 脚这边抬起来 然后往里面伸过去 踏板在里面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也有个小小的置物空间 哦这是置物空间 对 然后像钥匙就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手机进去 手机放不进去了 不行 但它有个心理箱 前面有心理箱 对前面有心理箱 对对对 但它的比如说踏板也是可以调整的 对就是你坐进去之后 人还是一样靠在这里 因为在最接近中心的位置 是啊 但是你要调就是调踏板 往前后移动 人家帮板还是不可调的 对 然后目前台湾就一台 就一台 你想买吗 很想 很想 但我觉得这个预算不会过 不用想 预算不会过 就是单座位 就是家庭 老婆这也不能做嘛 你看牌系骑款在这边 这边会烤地骨 然后想想要做 只能骑那个泡布 不可能 对不 这里啊 唯一可以一人坐一遍啊 唯一不行啊 会等一等一 但这是一个很棒的 赛道玩具 对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 方程式赛车的一些 设计在它上面都出现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在赛道上的玩具 非常棒 对我相信这个如果你买了一台去立法 它的圈速应该 它在国外有 刷了好几个单圈 包括像拉法啦 然后 911基地骨也都被它发掉了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没有装很夸张的空气造型 没有比如说 但它本来就很夸张了好吗 没有这么高的尾翼啊 前面也没有大的 但它完全就是靠它的车身的设计 去创造它的大的下来 很特别的很限量的一个收藏 然后可以在赛道上 对而且即使你把它的这个壳拆掉 它就是F3的样子 就是一个很细的这个单体浴缸 然后配上这个前后的这个裸露的悬吊 非常棒 我们很期待这台车会不会出现在钟意姐家的车库 哈哈哈哈 这段它没有听到 所以它的那个 我跟你说我刚刚有坐进去 我刚刚超兴奋的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钟意姐 我跟你讲我怕我这个形容会被骂 但是呢 真的很真实是 很像我躺在按摩浴缸里的姿势 像浴缸 所以我们知道钟意姐家有按摩浴缸 哈哈哈哈 你画错重点了 重点是因为 你想说你躺进去的时候 其实你的脚是比较高的嘛 对 对吧 因为它基本上是有点半腿 对 所以那个形容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那个姿势的感觉 对 但是当然你 你就是坐在这个车子里面 你会觉得好禁忌 还有一件事是因为它瘦我怕嘛 所以它像按摩浴缸 我后地又被烤在那里 要不要起来进去 跟煎熬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差别 不然跟我们想看 但是我跟你讲 维阳今天还是胜利的这台车 让它证明了它自己 她说她来录节目之前 她太太跟她说 她说 我说 我太太说只有终于坐得进去 我说哪有我也坐得进去 她坐进去 所以可以吗 可以 看节目 看节目 我真的有坐进去 一台1380万 不可上路的 赛道机器 要如何移撑呢 好 这是那个变速箱在接合的声音 因为它的那个序列式是气动的 其实这个车如果进这种窄的地方 用推的是最快的 像在赛道里面也都是有推的 你以为就开得比较快 因为它的变速箱在低转速要接 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DAC Mono啊 如果你在低速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赛道里面 要进驻车子 用推是最快的 像它这样子倒来倒去 是没有比我们的用 只用这个车吧 而且因为它的变速箱是气动接合 有时候它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来一下一下 它的离合器踏板其实很爽 所以你在低速的时候要去接合它 是比较困难的 它的散热 基本上它主要是靠 你看它两边的这个 大的就是用撞风的 里面没有风扇吗 有哦 就比较小 但是这种撞风是最快的 所以低速的时候它整个水温上来 本来还是推的最快的 台湾油车才够热血啦 电动车满满高科技才够香啦 不要吵啦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场 你要的燃油车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黄金线LINE都有 还有车台独家 购车攻略 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 让你带回家 LINE